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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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委会建议公屋加租1.17%,但第一年冻租 有立法会议员认为每两年一次的检讨机制调查数据制后面能够反映实况 建议暂缓交参一年之后师傅情况再做决定 其实就不能够反映到现在的经济状况 还有我们预期未来可能香港经济都会有一段时间要颠簸 能不能够先暂缓了12个月之后再看看当时的经济状况 如果突然当时的经济状况突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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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一 那可能大家都没有所谓加1.17% 但如果當時的經濟狀況還未成功 局方還有一手彈性 可以為我們市民輸困 今天我們要考慮當時的情況 做一個平衡的決定 所以我們這次正正就是考慮了 一個租金的升幅和現在社會的狀況 在這兩年來我們覺得 這個寬敏2.62億是恰當的 否則防委會長遠的經濟情況也有一個壓力 23、24年已經是一個赤字的預算 國務院任命保安局前副局長歐志光 為香港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長 國務院根據行政長官李家超的提名和建議 提名歐志光為國安委秘書長 同時免許現任政務司司長陳國基 原國安委秘書長的職務 二年六十歲的歐志光 一九八零年加入警隊 二零一五年晉升警務處高級助理處長 一七至二二年間出任保安局副局長 李家超說歐志光擁有國家安全意識 和熟悉國家安全事務 有能力升任秘書長一職 將會帶領秘書處支援國安委 承擔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責 國務委員兼外長和藝訪問孟加拉期間 再批評美方就眾議院議長佩洛西 在串訪台灣發下粗暴干涉中國內政 縱容支持台獨勢力 和蓄意破壞台海和平三方面錯誤 中方依法已合理 必要適度舉措 壓阻美國以台制華的圖謀 維護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 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 星期日在孟加拉首都達卡 和孟加拉外長莫門舉行會談 王毅展述中方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 讚賞孟加拉第一時間支持中方正當主張 王毅又說 中國是孟加拉最可靠的長期戰略夥伴 願意推動一帶一路倡議 和孟加拉發展深入對折 莫門表示 孟加拉堅定確守一個中國原則 有些國家不願意見到發展中國家壯大 千方百計製造各種障礙 世界需要中國的力量和勝任 會談後兩個人共同見證 簽署基礎設施 防災減災 文化旅遊和海洋等合作文件 新華社報導 在訪問期間 王毅批評美國無理狡辯 就眾議院議長佩洛西 串訪台灣犯了三方面錯誤 一是粗暴干涉中國內政 美方不顧中方反覆勸告警示 安排美政府三號人物 到台灣進行所謂訪問 台灣並非美國的一部分 而是中國的領土 美方行徑嚴重侵犯中國主權 二是縱容支持台獨勢力 民進黨將謀求獨立寫入黨綱 近年來千方百計搞漸進式台獨 製造兩個中國同一中一台 美國會眾議長公開位棋撐腰打氣 和分裂勢力為伍 和中國人民為敵 三是蓄意破壞台海和平 美國慣於先製造一個問題 再利用這個問題實現自身戰略圖謀 有跡象表明 美國在策劃佩洛西串訪問題上 又想顧忌重演 正是借機加大地區軍事部署 值得各方高度警惕和抵制 王毅強調 中方的舉措正當、合理、依法、必要、公開、適度 旨在維護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 押了美國以台制華的圖謀 粉碎台灣當局已未謀讀的幻想 真正維護好台海和平 無線電視記者陳雨喬報道 回來新聞時間先看一節天氣消息 天文台會視乎南海中部低壓區的實際發展和動向 明天早上考慮發出一號戒備訊號 接著看財經消息 恆生指數中午收市日報 二萬零五十點跌一百五十一點 半日總成交四百一十六億 最會約港股中午收市價 阿里巴巴跌三個六毫半 騰訊控股跌六個四 恆生中國企業跌八毫四 南方恆生科技跌七仙 淫富基金跌一毫二 美團跌三個八 吉利汽車跌三毫 京東集團跌七個四 恆子瑞銀一隻牛正是報四千七 新東方在線跌六毫半 其他主要藍籌股表現 匯豐控股升五毫半 有幫保險升一毫 中移動都是升一毫 港交所跌兩元 煤氣武器跌 恆生科技指數四千三百四十一點 跌七十四點 互港通額度使用方面 內地投資港股的港股通額度 餘額有四百十五億人民幣 投資內地A股的互股通 每日額度餘額大下有五百一十億人民幣 至於深港通的額度使用 內地投資港股的港股通額度餘額 有四百十三億人民幣 投資內地A股的三股通 每日額度餘額大下有五百二十億人民幣 內地股市上海A股升六點 上證綜合指數升六點 深圳A股升十一點 深淨成份指數升十八點 我們再看回星期五開始 機場抵港人士改為三日酒店檢疫 同四日的居家醫學監測 政府說抵港當日將會被視為第零日 即是要住三晚的酒店 抵港第四日上午至中午可以離開酒店 已經預定七日酒店檢疫人士無需更改 預定至於已經在酒店檢疫的人 會在完成檢測並呈陰性之後 未來幾日分批有罪地離開 根據政府和檢疫酒店的合約規定 如果因為檢疫酒店的制度更改 而減少酒店檢疫的日數 酒店需要將淨餘日數的訪廢 是退回給旅客的 不過我們都聽到 酒店業界都跟我們清楚表示 由於一宣佈了這個新的政策之後 可能要同時處理數以萬計旅客的 在一些退款的要求 可能需要的時間會長一些 所以亦都希望旅客耐心去等待 貿會十三個員工出席私人聚活之後確診 六間場外投注站需要關閉進行清潔 其中一間受影響的投注處 位於黃大仙、環鳳街 今早早已沒有開門 門外顯示屏顯示 明天中午會恢復營業 位於九龍灣荔精花園的投注處 同樣沒有開門 另外涉及的四間投注站 位於沙田沙角街、大圍道、上水石禧區 和大埔廣福道 馬偉說四十三個員工 上星期一參加私人聚會 當中八個人三至四日後確診 其餘35人接受核酸檢測 再發現5人確診 染疫的十三個員工 工作的六間場外投注站 上星期五開始徹底清潔 其餘的員工檢測是陰性 南韓新增五萬五千多宗新冠個案 重症患者人數創兩個月以來的新高 新增個案數字是過去一星期 第一次回落至十萬宗以下 或者與週末檢測人數較少有關 雖然數字是有回落 但就是自4月18日以來 新增個案最多的星期一 當中有482宗屬於輸入個案 略計確診人數超過二千萬人 而重症患者人數就創兩個月以來新高 有324人 再多29人死亡 略計死亡人數超過二萬五千人 南韓受到高傳播力的Omicron BA.5影響 導致當地疫情持續升溫 各位我是彭建華 天文台說 明早早考慮發出一號戒備訊號 港島中西區灣仔和東區 早上一道下大雨 天文台說 位於南海中部的低壓區 現時和本港保持大約800公里距離 結構較為鬆散 按現時預測 今晚稍後至明早早 逐漸發展為熱帶氣旋 會視乎它的實際發展和動向 明天早早考慮發出一號戒備訊號 天文台預料登壓區之後 會移向廣東西部至海南島一帶 受它的外圍雨帶所影響 預料星期二和三風勢頗大 有狂風大罩雨和雷暴 星期五開始 機場大綱人士改為三日酒店檢疫 同四日居家醫學監測 並同時實施紅黃馬 相關措施涵蓋由海外和台灣入境人士 醫學監測期間 如果每日快速檢測程陰性會獲發黃馬 可以乘搭公共交通工具 外出上班 進入商場、街市等等買日用品 但就不能進入食肆、酒吧、遊戲機中心、 健身中心和美容院等 使用疫苗通行證的廁所 以及安路院殘疾人士院舍和指定醫務廁所 也不可參與脫口罩活動 一旦確診就會變成紅馬 不可外出 整個檢疫期 入境人士需要做四次核酸檢測 檢疫期後仍然需要再做一次核酸 而快測就要每日都做 直至抵港第十日 當局說是基於過去一個月收集到的數據 而作出今次的調整 現時大約百分之四海外抵港人士 屬於確診個案 當中一半在機場檢測已經發現到 只有少過百分之一的人 在檢疫第三天之後才發現 如果仍然原用現時的檢疫安排 不符合成本效益 這個風險水平是與本地相約 亦都是比本地的密切接觸者 居家檢疫的時候 所發現的陽性比率是低的 我們通過頭三晚的檢疫酒店 去倒截了八成的輸入個案 將整體旅客帶病毒的風險 減低到低於百分之一 但是如果按現時要多四晚的酒店檢疫 即是說總共檢疫酒店去到七晚的話 似乎就不是很符合成本效益 亦都會影響了香港連接國際 政府說縮短酒店檢疫期之後 抵港當日視為第零日 即是要住三晚酒店 大港第四日上午至中午可以離開酒店 已經預定七日酒店檢疫人士 無需更改預定 至於已經在酒店檢疫的人 會在完成檢測病情陰性之後 未來幾日分批有罪離開 根據政府和檢疫酒店的合約規定 如果因為檢疫酒店的制度更改 而減少酒店檢疫的日數 酒店需要將淨餘日數的訪廢 是退回給旅客的 不過我們都聽到 酒店業界都跟我們清楚表示 由於宣布了這個新的政策之後 可能要同時處理數以萬計 旅客的一些退款要求 可能需要的時間會長一些 所以亦都希望旅客內心去等待 被問到現時本港疫情發展之下 再縮短酒店檢疫期 是否放棄與內地面檢疫通關 行政上官李家超不認同 又或是努力與內地商討 在有共識之前不會透露細節 我們跟世界接軌和內地去正常通關 兩件事是沒有矛盾的 亦都兩方面都是積極要做 今次我們去採取了三加四的方案 剛才解釋了 在平衡風險可控的情況之下 我們希望維護在民生活動和香港的競爭力 盡量給社會有最大的動能和經濟活力 我們希望將香港的實際情況 去解釋給內地的有關單位 從而在不將風險加大給內地 單位的情況之下 盡量在通關的不便裡去減少 馬會十三個員工出席私人聚會後確診 六間場外投注站需要關閉進行清潔 其中一間受影響的投注處 位於黃大仙、環鳳街 今早已關門 門外面顯示屏則顯示 明天中午會恢復營業 位於九龍灣禮精花園的投注處 同樣沒有開門 另外涉及的四間投注站 位於沙田沙角街、大圍道、上水石回虛 和大埔廣幅度 馬會說 四十三個員工 上星期一參加私人聚會 當中八個人三至四日後確診 其餘35人接受核酸檢測 再發現5人確診 染疫的十三個員工 工作的六間場外投注站 上星期五開始徹底清潔 其餘員工檢測任性 國務院任命保安局前副局長歐志光 為香港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長 國務院根據行政長官李家超的 提名和建議 任命歐志光為國安委秘書長 同時免許現任政務司司長陳國基 原國安委秘書長的職務 二年六十歲的歐志光 一九八零年加入警隊 二零一五年晉升警務署高級助理署長 二零一七至二二年間出任 保安局副局長 李家超說 歐志光擁有國家安全意識 同熟悉國家安全事務 有能力升任秘書長一職 將會帶領秘書處支援國家安全 國安委的承擔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責 九方軍東部戰區公布 今日繼續在台島周邊海空域 進行實戰化聯合演奮 重點組織聯合反潛和對海突擊行動 而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 訪問孟加拉的期間 再批評美方 就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傳訪台灣 犯下三方面錯誤 包括粗暴干涉中國內政 縱容支持台獨勢力 和畜業破壞台海和平 監控火箭和洲際彈道導彈等發射 印度媒體報導 當局擔心中國有可能利用 遠望5號刺探印方情報 而印度外交部早前就說 將會密切監視任何對印度安全 和經濟利益有影響的舉動 而遠望5號預料停泊的 漢班托特港主要由中方投資興建 2017年因為斯里蘭卡沒有辦法償還債務 而租給一間中國公司經營99年 也引來印度擔心港口會被用作軍事基地 威脅印度國家安全 斯里蘭卡政府早前表示 遠望5號只會在港口入油和補給 不會在斯里蘭卡海域參與任何任務 不過當地和印度都有專家質疑 斯里蘭卡現時現由嚴重短缺 遠望5號停泊當地可能有其他的目的 中國駐斯里蘭卡大使館 據報要求和當地高級官員緊急會面 商討有關問題 中國外交部早前表示 中方一直依法行駛公海航行自由 希望有關方面正確看待和報道 中國海洋科研活動 不干涉正常合法的海上活動 無線電視記者晚點信報導 休息回來有其他消息 稍後再見 回來新聞時間 樊委會建議公屋加租1.17% 但第一年凍租 有立法會議員認為 會兩年一次的檢討機制 調查數據制後 免能夠反映實況 建議暫緩加租一年之後 師傅情況再決定 其實就不能夠反映到現在的經濟狀況 還有我們預期未來可能香港經濟都會一段時間要顛破 能不能夠先暫緩了12個月 之後12個月再看看當時的經濟狀況 如果突然間當時的經濟狀況 局方還有一手彈性 可以為我們市民輸困 今天我們要考慮當時的情況做一個平衡的決定 所以我們這次正正考慮了租金的升幅 和現在社會的狀況 在這兩年來我們覺得 這個寬免2.62億是恰當的 否則房委會長遠的經濟情況也有一個壓力 23、24年已經是一個赤字的預算 和供流相關的本港一個月銀行同業策息 升穿105 創約超過兩年高位 港元策息全線向上 當中策息掛勾案揭 即H案的主要指標一個月策息連升四日 最新報10508 是前年4月底以來的高位 而H案即一個月銀行同業策息加一離三計算 實際案息已經連續第九日升穿兩離八的封頂水平 而隔夜策息就回升至一離零三九 反映銀行資金成本的三個月策息連升四日報兩離二百六 看看今天的行程 恆生指數中午收市報二萬零五十點 跌一百五十一點 半夜總成交四百一十六億 最會有港股中午收市價 阿里巴巴跌三個六毫半 騰訊控股跌六個四 恆生中國企業跌八毫四 恆生南方恆生科技跌七仙 凝副基金第一毫二 美團跌三個八 吉利汽車跌三毫 京東集團跌七個四 恆子瑞銀一隻牛證是報四千七 新東方在線跌一六毫半 恆生科技指數是報四千三百四十一點 跌七十四點 內地股市上海A股升六點 上證綜合指數升六點 深圳A股升十一點 深淨成本指數升十八點 內地上月出口按年增長一成八 增速是今年來最高 分析看好情況今季可以持續 內地放寬防疫 供應鏈、產業鏈持續恢復 追回之前精涯的訂單 而且通脹令到貨品價格上升 帶動以美元計價 七月出口按年增長一成八 增速是今年來最快 而且表現好過市場預期 貿易順差超過一千億美元 是五個月以來最多 分析看好出口加快增長 有助帶領內地經濟持續復甦 由於全球供應相對緊張 預計出口今季可以保持穩健 但是要警惕 歐美經濟衰退風險升溫 已經影響出口量明顯放緩 第四季表現或降溫 而且上個月入口增長百分之二 低過市場預期 近期疫情反覆 可能對內需俗成一定壓力 另一個影響內需的因素 是內地樓市仍然低迷 內房債務問題 未有解決跡象 富力地產發佈去年審計後的業績 由於為全貨撥備近130億元人民幣 拖累期內營賺規 虧超過164億元人民幣 七年來第一次不派沒期息 公司強調今年可受資源達到2,200億元人民幣 可以調整應付短期困難的經營環境 但是核數師擔心 有近300億元人民幣 銀行和其他借款已經違約 因為各種原因被多方起訴 大約700億元人民幣債務 一年內到期要償還 但是公司現金只有211億元人民幣左右 另一間內房龍光集團 就探討可行的整體債務管理方案 期間暫停償還五隻美元債券利息 但是警告債權人可能要求 由加快還款 國資開始介入 據報河南鄭州市已經成立紓困基金 規模暫定100億元人民幣 協助留款復工 北欄資產管理公司華融 亦與楊光誠的母公司簽署紓困合作協議 無線電視記者黃文謙報導 俄乎戰事持續近五個半月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警告 如果俄羅斯在佔領區舉行假公投 變相兼併當地 將會停止與俄羅斯再舉行任何談判 又指責俄羅斯攻擊核電廠 要求國際制裁俄羅斯核工業 俄羅斯國防部星期日公開 烏克蘭紮波羅列核電廠的最新片段 俄羅斯指責烏軍轟炸核電廠 但烏克蘭國營核電公司指責 是俄軍上星期六晚襲擊核電廠 令廠內三個輻射監察器受損 一個工作人員受傷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表示 和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通電話 討論核電廠的情況 批評俄軍轟炸核電廠是核恐怖行為 要求國際制裁俄羅斯的核工業 澤連斯基同日在首都基庫 向空軍機師遺商和其他軍人頒掌將 說機師的行動是拯救國民的生命 澤連斯基又表示烏克蘭不會放棄任何領土 如果俄羅斯在烏克蘭佔領區舉行假公投 將當地拼入俄羅斯的版圖 烏克蘭和國際盟友 不會和俄羅斯舉行任何談判 再有運載烏克蘭穀物的貨輪抵達土耳其 當地官員登船檢查 估計貨輪將會在星期一 在土耳其港口射貨 烏克蘭和土耳其官員表示 第二批共四艘貨輪已經駛離烏克蘭黑海的港口 但是第一手離開烏克蘭的運輪船 未如期抵達黎巴嫩 無線電視記者陳雨喬報道 再看回假放軍東部戰區 今天繼續在台島周邊海空域 進行實戰化聯合演奉 假放軍原定星期日中午結束一連三日 圍繞台灣的軍演 東部戰區今天中午公布繼續進行演奉 重點進行聯合反潛以及對海突擊行動 環球時報分析上星期四開始的環台軍演 完整演練對大型海島進行海空封控的全過程 之後的軍演或者轉變為新的常態化階段 解放軍軍機、軍艦可能常態化巡航 突破海峽中線 而台軍就維持戒備狀態 八連空軍基地上就有多架F16戰機掛彈升空 亦都有黑鷹直升機升降